民间无论忌神或者似鬼,都要焚烧纸钱,共作神界或明界的货币。 有关纸钱的传说,民间普遍流传着多种不同的说法。 但其实在佛教中,是没有为亡故的亲人焚烧纸钱的做法的,也不认为焚烧的纸钱就一定会被亡灵收到、使用。 但是,焚烧纸钱对于宗亲亡灵或孤魂等到底是否带去利益,虽然佛教经典未曾详载,然近代高僧印光大师在文抄中却说过是有利益的,并且讲到此民间风俗不可费。 中国人传统上认为,人死即便成鬼,那就有鬼的世界,跟人的世界一样,只不过阴阳两格,我们人看不到感知不到而已,所以鬼也会像人一样,以为需要生活,需要消费,需要花钱。 用纸钱焚烧的习俗,是自汉朝以后开始,比如唐朝的太常博士王宇说,汉以来,丧葬一钱,后世以纸玉钱为鬼事。 事实上,佛教认为,人死后,变为鬼的可能性只有六分之一,因为鬼道只是六道轮回之一,生命在六道之间不停地轮转,投生,而死后,投生到哪一道又是受到生前的业力,因缘牵引,是自己都做不了主的。 并且,人死之后,大多数都立刻进入中阴身阶段,最常经过四十九天,中阴身就会随业力投生转世,过了这个时间,一般情况下,单纯焚烧纸钱,对于亲人亡灵的利益已经很小,甚至基本上没有,而对于孤魂或者鬼道其他众生,则有利益。 佛教所说的鬼是六道轮回之一,死后,如果真的投生到鬼道,成为所谓的鬼,那可真的很不妙。 因为鬼道是六道轮回中的三恶道之一,鬼道众生大多十分的凄惨悲苦,佛教常称为恶鬼道。 是因为生前或前世造作了相应的不善业力而感应到的痛苦果报,愤愤渺渺都在遭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煎熬。 但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,鬼道众生也是有种种差别的,有一些类型的鬼道众生并非就是受苦的罪魂,如福德鬼等,这类型的鬼道众生并非就不可以接收到焚烧纸钱所带来的利益。 佛教认为,不论在中阴身阶段,还是已经堕于鬼道的亡灵,为亡灵做功德比如诵经回向或者摘僧不诗超度之类,才是真正对处于中阴身阶段或鬼道的亡灵有巨大利益的事情,巨大到甚至可以转变原本因业力感召而将要投生三恶道的亡灵。 与将纸钱烧给亡灵相抵,为亡灵做功德对于鬼道众生的利益要大很多。 但是佛教是慈悲的宗教,是崇尚感恩的宗教,是横顺众生的宗教,更是最具智慧的宗教。 尽管为先王烧纸钱确实没什么用,但是佛教从未明确反对过这一源自于民间信仰的风俗,就是因为众生迷惑。 在还未接受佛教,还未了解真相时,佛教以慈悲与善巧,以佛法不离世间法的智慧,随顺众生。 人们如此热爱佛教文化,正是因为佛教确实圆满揭示了生命的真相, 告诉了我们六道轮回与三世因果的秘密,告诉了我们人生八苦的根源,告诉了我们生命的境界和层次远远超出我们的认识和感知。 尤其重要的是,佛陀以无上的智慧与无尽的慈悲,告知了我们超越生死,解脱轮回俱苦的方法。 佛教德高望重的印光大师曾经这样说过, 昔薄当然也包括烧纸在内不能不烧,但也不用多烧,因为在六道里面,只有孤魂野鬼才能用得到,已经往生的众生都用不到。 我们主要是救济那些堕在恶鬼道的众生,才用这个东西。 印光大师提示我们说,要用佛力、法力、我们的心念力,加持烧的纸或者稀薄,让它由一个垫成千万个,否则你眼下烧的几个纸钱,够谁用呢? 佛陀时代,罗月指国有位,那社长者就用自己的功德救赎了至亲。 那社长者心地非常仁慈,经常接济贫穷,孤苦无依之人,同时也非常礼敬沙门,婆罗门,不失供养时总是非常欢喜,毫无吝惜。 但是他的父母看见了,心里总是很舍不得,嘀咕长者不懂得守财,遗养天年。 有一天,长者有事即将远行,清早述洗整装就绪后,恭紧地拜别双亲,此次远行耗日费时,不能时刻陪伴侍奉尊亲,请二老见谅。 儿子特别将财务分作三份,一份留作家用,让父母日常所需无所忧虑,一份珍宝作不适用,请父母代为供养沙门或扶若祭贫,一份则留在身边,以备不时之需。 父母答应后,长者便带着车队出门了。 然而那社长者走后,老父老母的迁贪习性不改,任何修行人挨家挨户化缘,或有贫穷者上门乞讨时,他们总是借口说,长者不在家,你们走吧。 丝毫不顾儿子一番善意安排。 等到长者预计返乡的日子到来,老人家才赶快从市场里捡了些残余的果皮,四处洒落在家中。 那社长者回到家后,见到双亲立刻欢喜地礼拜问候,老人家连忙扶起,哽咽地说,孩子,平安归来就好。 你出门期间,我们为你不识供养,修服无量。 刚才有些沙门来过,你看看,家里还来不及收拾干净,长者听了更是无限欣喜。 不久之后,年迈的双亲先后病逝了,孝顺的那社长者连续三七日诵经不错,又为王者礼颤修服,因过于思念双亲去处。 有一天,突然也重病不治,家人见他胸口仍有一丝暖气,便不敢入恋。 七天之后,忽然见长者悠悠地醒来。 他告诉家人,我在梦中跟着一位善神,游历了极乐世界,后来又到了恐怖的地狱。 突然看见老父老母都在地狱受苦,一见到我,他们也放声嚎哭。 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狱族拦住,我心中悲痛,不已就醒过来了。 忧心如焚的那社长者急着想救拔父母,问遍了所有亲族其诉, 还是一筹莫展,最后有人指点,佛陀智慧无量,应该会有办法吧。 于是,长者满怀希望地来到经社,顶礼合掌吐露幽脑。 世尊,父母生前修了许多福报,命中之后,弟子经进诵经,修斋回向。 一心以为他们正在享受天福,没想到反而堕在地狱受苦。 请佛陀慈悯开示,如何能够真正救拔他们呢? 佛陀望着眼前的孝子,叹息道, 长者,过去你出远门的时候,留下了许多财宝,希望让父母不识修服,实际上你的双亲千贪不舍,还打了妄语,阻断了你不识供养的机会,因此堕入恶道,备受苦果。 长者听了恍然明白,心酸地说,老人家不知道,罪业重大,这都是我的过失所致。 马上至成顶礼佛族,待父母因众忏悔千贪之夜。 长者成佛微德之力,得以观见父母已于地狱中暂得修习。 世尊进一步教导,若能在僧众节下安居期间广修供养,护持僧宝经进行道, 以此功德回向亡者,便能抄拔现世父母及类结至亲脱离苦伦。 那社长者理谢佛陀后,立即返家筹备饮食衣物,做诸供养。 再次前往经社情法时,成佛微神,已见到双亲浮生天上,享受自在安乐。 佛陀更为长者,开始心性因果之理。 那社长者闻法感激涕零,如实信受奉行,精进道业。 其实,如果我们有时间,还可以抄写佛经,因为抄写佛经的功德非常大,它不仅对我们现实有帮助,而且还能以此功德回向给我们逝去的亲友。 在清明小长假期间,建议大家抄写一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,经文短小方便,以此功德回向给故人,利益深远。 这总要和人交往的,所以,人际关系是一个人行走社会的人脉。 真正的朋友,是一种能够在自己犯错前提醒,犯错时棒喝,犯错之后拉一把的人。 而那些泛泛之交只是生命中的一朵浪花,也许分别之后就少了来往,但是,还有一些所谓的朋友,却可能是一种能够带来灾祸的损友。 他们身上往往带着这几种味道,千万不要和这几种味道的人交往啊。 首先,拜金味道浓的人不可交。 人活着,需要金钱作为满足生活的载体。 一个人要想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,金钱是必不可少的。 但是,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。 一个人如果过于拜金,那么,这样的人难免会成为一个唯利是图的人。 和这样的人交往,人们难以获得真诚和信任。 而且一旦和这样唯利是图,拜金味道浓厚的人来往,最后在遇到利益纠纷的时候, 这些人往往会翻脸不认人。 有时候他们还会想方设法地打击人们,让人们难以开心。 所以,和拜金味道浓的人交往,难以获得真心。 交不到真正的朋友。 这样的人不可交,还是及早离去吧。 其次,凶狠味道浓的人不可交。 人与人的交往充满了不确定性。 而且在现实社会中,很多人有着欺软怕硬的思想。 他们在面对比自己软弱和卑微的人时,往往会显得很凶狠。 而面对比自己强大的人时,又显得畏畏缩缩的。 身边有一些人,看似天不怕地不怕,一脸凶相。 而且对待身边的人,凶狠味道浓厚。 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狠人。 古人云,强良者不得其死,好胜者必欲其敌。 在这个社会,再凶狠的人都有人质,也有人比他们更强横。 如果和凶狠味道浓的人交往,就很容易受到他们的欺压。 即使和他们真的成为好友,他们的蛮横和爱惹是生非的德性, 必然会带来一些想不到的灾祸。 而和他们交往密切的话,也难免深受其害。 所以,和凶狠味道的人交往,很有可能会遭遇想不到的霉运,还是及时远离吧。 第三,狡猾味道浓的人不可交。 在这个社会,要想活得如鱼得水是很不容易的。 人活着,要想出人头地,不但需要一定的智商,还需要一定的情商和心机。 当然,一个人如果心机过重,那么这样的人难免会朝着狡猾的路上越走越远。 而当一个人为人处事,处处显得狡猾的时候,这样的人是很难获得大家的理解和支持的。 毕竟,路遥知马力,日久见人心,大家都是聪明人,没有人会因为对方的狡猾而愿意处处吃亏。 如果和狡猾味道浓厚的人来往密切,难免也会静默者黑,也会成为一个狡猾的人。 这样一来,大家也会静而远之了,很有可能因此失去很多人脉和资源。 这对于长期发展,可就是大忌了。 所以,狡猾味道浓的人不可交,遇到了,要懂得掂量掂量。 尽量不要和这种人有过多密切的往来啊。 第四,风尘味道浓的人不可交。 人活着,男女关系是一种很重要的关系,但是男女关系又是一种很微妙的关系。 这种关系如果没有把握住尺度,就很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很暧昧的关系。 在现实生活中,和异性交往一定要把握住分寸,避免在诱惑面前失去了阵脚, 从而陷入逃色陷阱中,不可自拔。 因此,在身边如果发现有一些风尘味道很浓的人,常常用一些暧昧的暗示或者诱惑来交往,那就要警惕了。 如果没有守住情感的底线,那么就很有可能会误入情感的泥潭,难以拔腿而出了。 而一旦陷入这样的泥潭,那么就很有可能是身败名裂的结局啊。 所以,当遇到一些风尘味道浓厚的人,一定要懂得及时远离,避免被他们拉进逃色陷阱里啊。 有这四种味道的人不能交,生活中碰到这三种人,同样要远离,否则容易惹祸上身。 人在交朋友的时候,要懂得认清一些人,不要乱交朋友,不然会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塌糊涂。 有些人人品不好,不懂得感恩,把别人的付出当成了应该的。 有些人别人对他好,他却认为是在害他。 有些人烂泥扶不上墙,好吃懒做,死性不改,帮再多也没有用,还会赖上别人。 生活中遇到一些不该交的人,就要学会远离。 一,贪得无厌,到处占小便宜的人。 这种人最大的特征就是脸皮厚,到处占小便宜。 贪得无厌,甚至还有人理直气壮,在他们心里,认为公平都可能是自己吃亏了。 对这种唯利仕途占不到便宜就满嘴跑火车的人,要立刻与他们断绝来往。 有的人与人为善,愿意帮助别人,但有的人也许不是这样想,他们觉得这是应该的。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,没有原则地与这种人相处,其实就是懦弱的表现。 当人们的善良一次又一次被欺骗时,应该立刻警惕,彻底与之断交,远离这种垃圾人。 看过电视剧都挺好的应该记忆犹新,苏大强妻子生前百般照顾无赖的弟弟一家,到后来却不感恩。 有人说,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,磕瓜子磕出个虫子。 人在生活中对别人心不能太软,该拒绝就拒绝,该翻脸就翻脸,不要怕得罪他们,远离他们才会安宁。 对有些人收起善良之心,别让自己的善良遇到堵心的事。 有句话说,近朱者赤,近墨者黑,跟积极向上的人在一起,人们也会变得很积极。 跟踏实诚恳的人在一起,人们也会变得脚踏实地。 而跟一般不务正业,好吃懒做,好高骛远的人混在一起,人们也会变得堕落,变得不切实际,异想天开。 最后跟着吃苦的人还是自己的家人。 阿诚是一个货车司机,之前还挺勤奋出去跑单的,但这两年来,货运行情不好,他也曾在找出路。 没有活干的时候,就拿起手机在平台上刷刷单,看能不能接到活干。 后来他渐渐地就跟电站那帮小混混混在一起了,从早上到晚上都在小房间里面跟那帮人在打牌聊天。 这样,白天喝醉酒却成为了常态,别人有货找他去送,他也没办法接活干。 朋友劝过他好多次,他就是不愿意。 妻子二胎即将临盆了,自己却这么堕落,朋友都替他妻子感到失望。 电站里的那些人,除了会说一些溜须拍马的话,叫他一声成歌,什么都不会。 当阿诚出点什么事情的时候,那些人还不是有多远躲多远,根本就不值得深交。 环境特别容易改变一个人,跟着不务正业的人走得太近,人们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堕落,对生活丧失了斗志,还拿什么去养活家庭。 最后因为不上进,妻子吵架,闹离婚,值得嘛。 如果和不务正业的人在一起,多半没有好事,反而会让自己陷入更糟糕的局面。 三,远离人品不好的人,太虚伪,不懂感恩。 有一种人品不好的人,特别虚伪,而且还不懂得感恩。 这些人,自己一点鸡毛蒜皮的事情就发到群里来炫耀,非要别人夸一下,一遇到什么事情,就算是换一个灯泡这种小事,都要去麻烦别人, 却从来不懂得感恩。 别人对他好,他从来都不放在心上,反而他觉得要是自己付出了这么一点,就使劲地邀功。 大牛去年因为结婚,朋友们尽心尽力地帮他弄婚礼,他却连洗头发的钱都要朋友们自己付, 事后还想跟朋友们结算一些费用,真的是猫哭耗子倒打一耙。 还有一次,朋友在家里弄糯米粥吃,他过来了,一吃就七碗,而且当天晚上还吃麻辣小龙虾,喝酒,并且用红牛混合酒里一起喝。 那天他吃得最多,什么杂七杂八的都吃。 然后他回家拉肚子了,于是就责怪朋友做的糯米粥不干净,还自己退群了。 看到他那句话,幸好他主动退群了,朋友们都想把他踢出去了。 自己不控制还怪别人,这种人不仅不会感恩,更是没良心。 所以以后朋友们有什么聚餐,有什么事情,都不会再叫他,也不会跟他一起玩,几乎是跟他远离了。 因此,无论多熟悉,都不要靠近人品不好的小人,如果遇到,及时拉黑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 有句俗话说得好,人怕交错友,心怕交错人。 现实中,形形色色的坏人太多了,唯一的办法只有远离,做好自己心旷神怡。 与恶龙缠斗过久,自身亦成为恶龙,凝视深渊过久,深渊将回以凝视。 有些人只有认清之后,才能决定绝交,也才能认清身边哪些人值得自己深交。 而值得深交的,永远都是踏实靠谱的人,讲诚意讲道德的人,坚守底线,做事厚道的人。 最后,希望人们能够及时清理生活中的垃圾,远离糟博,还自己一片净土,才能让生活越过越舒服。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,想看更多精彩内容,记得订阅、点赞。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。